为什么说湘江之战对于红军是事关命运的战斗呢 因为它是红军长征的路上的四道封锁线的第四道 那么也是其中最严酷的这道 而呢我们在做一个总体的这种描述来看呢 前三道封锁线 红军在突破的时候呢 老蒋总体准备不足 第四道封锁线它的严酷性就是说 蒋介石亲手布置的 当时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呢 蒋介石在近代搞了很多围剿红军的计划 像湘江战役这么完美的 还是几乎没有 而呢像湘江战役就是宫中红军处的这样的险境呢 我们在以前呢也没有 哪怕第五次围剿 红军也是在逐步的收缩 但是在湘江确实是具于险境 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境地 当然这个在这个危险的境地中 最后解脱这个危险 其中的变故很多 就是足以看出中国近代的这种军发政治也好 和这个革命斗争交织在一起 它的这种剧烈的演变 我们说呢 就当红军进行这个战略转移 就是长征开始 当时不叫长征 最初叫西征 1933年9月 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 和军事顾问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 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党中央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进行战略转移 当这个长征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也讲了 白中喜早有准备 他知道红军要战略转移 而且都知道时间 方向差不多 陈继堂早有准备 陈继堂是来自于白中喜给他的提示 他也是早有准备 白中喜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他在蒋军中 号称小诸葛 陈继堂的这个绰号呢 地方实力派 南天王 绰号是南天王 广东的地方实力的投资 而呢 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 就中国近代的枪杆子政治 你像是蒋介石 何寅清 是属于优等生 陈继堂属于中等生 成绩不太好 陈继堂属于略等生 陈继堂这个略等生 我们之所以说 他属于略等生什么呢 他班上最后一名 你说你班上考试最后一名 你不略谁略啊 对 徐继续很差 他当时在广东这个陆军小学里面的时候 他的正步还特别差 我们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踢正步很难 踢正步要做到标准规范很难 动作协调 姿势挺拔 做的这步很难 陈继堂就是这样 正步非常差 每次出操 只要会操 班里都把他藏在宿舍 你不要去 你就打操卫生 你不要去影响整个集体的中国 影响集体成绩 班里考试最后一名 成绩很差 然后等到他们班毕业的时候 他陆军小学毕业的时候 毕业住久的时候 大家都像班里名列前茅的一个叫梁安邦的 你看这个名字很有力 梁安邦 安邦 安邦 都像他住久 班里学一成一第一名 都觉得梁安邦将来前程远大 梁安邦当然许 他在他们班里和陈一堂同一班 成绩好 大家祝贺 他也确实又喝了酒 飘飘然 他说 不光我好 大家都好 大家都会很好的 除了柏南以外 陈一堂自柏南 后来当时有些同学不太服气 陈一堂这个人他比较有潜质 说安邦 你不要小看了柏南 然后梁安邦当时借了酒劲 讲句话 说柏南将来有出息 我提他提靴靴子 结果最后 我们说这个局面就是这样 陈一堂千辛万苦 在军阀政治中纵横百合 利用各种各样的势力 有提携他的 有他利用的 有利用他的 最后他成为广东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包括连他的前辈 全部都赶走的赶走下野的下野 他是广东首屈一指的人物 这时候他的老同学梁安邦来找他来了 梁安邦一世无招 没有一个职务来找他来了 当时梁安邦来找他很丧气 第一句话就说柏南兄我给你提鞋来了 陈一堂也还可以 给了他一个拆缺 给他安排了一个 就安排了一个交通团的团长 但是陈一堂做事也比较绝 安排了交通团的团长 团长一当就八年 不予提拔 他不提拔他 他还是耿耿于怀这个劲儿 就是我们说的 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也是军发政治中的幸存者 也都是熬练出来的 我们说不说具有火眼金睛 但是也是十八般武艺 怎么保护自己 怎么扩大势力 怎么防备 怎么不要让别人把自己寝尸了 这套本事 一个一个都不差 所以说当红军战略转移 开始的时候 陈一堂一个最直接的反应 就是怕红军进入广东 他一看这个布市 北部中央军的力量很强 陈城的前线总指挥 望南压 望南压压到哪来了 江西干南一压就是广东 蒋介石为了稳定住陈一堂 还给了他一个 第五次围剿的南路军总指挥 陈一堂当时的考虑 既要阻止红军 也要阻止蒋军 所以说南路军呢 既然老蒋伟人 他为南路军总指挥 你不得不干呢 你得干点事 你也得往前拱一拱 作战 他作战呢 他还是采取了两面的手法 作战行动很有限 他往前伸一伸 一旦伸到就是赶南 占领了军门岭 军门岭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当越军占领 这个军门岭的地方 红军是主动撤出的 红军原来做了这么一个布施 想围歼越军一部分 军门岭是 就是红军的苏区的南部的重镇 南部的大门 军门岭丢失 对苏区南部威胁很大 当时主动放弃军门岭 是什么意思呢 准备呢 在军门岭往苏区通的道路上 设服 让越军进来 然后 歼灭他们 陈继堂他没有这个意思 陈继堂占领了军门岭就不走了 不往前走了 他没有说深入苏区 以红军决战的意思 他是向老蒋交差 所以他占领了军门岭 就像蒋介石发联报 取得军门岭大捷 部队原始不动 老蒋就给他传令嘉奖 赏银五万 鼓励他 再往前打 他再不再往前打了 老蒋叫他指导会昌 就你再往前攻 把会昌打起来 陈继堂没有指导会昌 而是请来了过去的死对头 由小诸葛之称的贵军主将白崇喜 白崇喜在陈继堂的高级军官会议上 判断出了中央红军 已将战略转移的时间和方向 陈继堂在面对蒋介石的命令 和红军突围的压力下 他又如何选择呢 白崇喜对陈继堂有很大的提示 红军将要很可能借到广东湖南怎么走 那么呢 陈继堂当时就一个念头是什么呢 就让红军过境 就千万不要进入广东 让他过去 所以说从他占领了军门领开始 到三四年七月 陈继堂就千方百计 想办法和红军建立联系 当然和红军建立联系 这是很敏感的事情 对 所以说杀头的事情 对通敌啊 通敌啊 这是很敏感的 虽然身边这个蒋介石控制不了那么多 地方军发有地方军发的实力范围 但是陈继堂还非常谨慎 他最后呢 七月份跟红军联系 九月份跟红军建立联系 谈判的时候 他不让他的第一军就 约翰谋那个军去谈 他觉得约翰谋不是很亲信 他让他的第三军 第三军是亲信 第三军挑了两个师长 再找他一个代表 去红军秘密的接触会谈 这个会谈的范围都非常小 就是弄两顶轿子 秘密把红军的谈判代表接出来 谈判代表就是何长弓 潘汉年 接出来 接到这个越军的防区 秘密的谈 谈呢 就说呢 怎么样想办法呢 减少双方的损失 主要还是陈继堂考虑是为他自己的利益 对 他说你说他通红军通共 他倒不是 他主要为了保住他广东的利益 双方谈判 达成这么几个协议 秘密的协议 当时规定 秘密的协议 不以协议文本 我们现在达成协议 协议文本 双方签署 不是的 双方签署容易被就落下自己 对 容易被对方抓住 留下证据 留下证据很麻烦 就双方的协议是口头协议 双方互相以笔记本的方式把它记下来 你回去向周恩来 向朱德 汇报告 我回去向陈吉他报告 五条第一条 就就地停战 第一条 第二条 互通情报 互通情报说 有线的也行 无线的也行 无线就告诉你的 你的频率是多少 你的简单的密码是多少 我们俩设立一个密码 我的频率多少 通信 第三个 解除封锁 陈吉他说 对苏区的言 不批 封锁 都不要封锁 可以通 第四 相互协商 就是红军 你可以在我阅军的背后 建立你的后方医院 你的商务员 在我后方医院养病都可以 你看条件还比较宽 关键还有第五条 就必要是可以互相借到 最关键是第五条 必要是可以互相借到 等于是放行了 对 我有事 我阅军可以到你苏区一去 你可以借我一条到走 咱俩不要打仗 其实阅军他不会到苏区的 关键是红军要借到 红军要西征 当然长征才是要走 陈吉他的目的 也是为了减少他的自己的损失 对 关键 所以第五条 就必要是可以互相借到 但是双方是有行动的时候 事先告知对方 然后告知之后 就说红军通知我 我的部队后撤20里 让出来 把路让过 后撤20里 让出来 所以说这双方达成的协议 对于我们这种红军长征开始 有非常大的帮助 当然陈一堂 我们也陈一堂达成协议 是非常保密的 这真是我们不曾看到的历史 对 谁都不知道 这段秘密 掩藏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80年代中期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老革命家 何长工同志 何长工同志写回忆录 才披露了这一段秘密 陈吉他是死也不会说的 80年代中期 何长工同志回忆录 非常详细地写了这一段 就红军怎么和陈吉他达成了协议 但是当时80年代中期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何长工同志的回忆录 老同志的回忆录 发行量不大 而且何长工的回忆录也很厚 这一小段 最有价值 这一段是价值量很高的 含金量很高的这段 只是在回忆录中的一个小部分 真正你要看到这个书 翻到这部分 你才能够了解 翻到这部分的人也为数极少 所以虽然在80年代中期 何长工同志在回忆录里披露了 到90年代中期 对大多数人来说 陈一堂给红军让路 依然是个谜 仍然是个谜 还是不知道 那么当时这种让步 虽然我们说没有达成明确的协议 那么我们讲这里面起最大作用的就是默契 我们讲任何协议是什么 你官方的协议也好 政府的协议也好 企业的协议也好 或者个人之间 你我之间的协议也好 所谓协议什么 就翻脸的时候用的 咱们按照协议 你的责权力是什么 我的责权力是什么 翻脸的时候用的 合作的时候不用协议 合作是要的默契 当时双方我们说 最大的什么是只有默契 默契的基础是什么 是利益 就是说广东的利益 陈一堂他的广东军阀的利益 和红军的利益 在这点上不谋而合 红军要走 红军并不想占领广东 并不想在广东建立根据地 我们要西征 要走过去 陈一堂这太好了 你不进来 蒋军也跟着不进来太好了 所以我让你走 你赶紧走 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就陈一堂的核心 是红军不要入越 就广东的简称为越 红军不要进来 那么呢 就是当双方达成协议之后 陈一堂的秘密谈判的代表 向陈一堂汇报 你看这个协议 达成了 陈一堂非常高兴 他没有想到 红军要给他达成这样协议 他非常高兴 他要求下面 他直接给下面做了指令 只是在军师这级传达 说旅这几 团一下军官都不知道 但是就怕团一下的军官贸然行事 执行不好 执行不好 出问题 然后呢 就给下面规定 做了 敌不向我射击 不许开枪 敌不向我吸来 不许出击 这是他以底下的这个要求 当然他这个规定的实质 就是给红军让路 让红军通过 我们经常讲 蒋介石就是 他往往把地方实力派 作为他棋盘上的棋子 他没有想到 这个棋子绝不是被动的 这个棋子它具有主动性的 当你盯不住的时候 你满盘棋 鸡马炮 当你盯不住 这个小棋子是要自己要动一动的 他要调整调整 调整调整位置 他调整一个自己最佳的位置 保护自身一个最佳的位置 这棋子本身是要动的 所以说呢 我们说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 第二道封锁线 总体都比较顺利 因为有陈继堂的掌握 总体比较顺利 这两道封锁线都比较顺利 但是也出了点小麻烦 就是陈继堂的部下 因为团以下军官不做传达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时候 就出了点小问题 就陈继堂下面有团长 彭林生团长狂妄自大 他觉得红军过来了 红军过来了 我可以抓一把再走 他想打一下 结果他就没有想到 红军当时过第一道封锁线的先锋 是红一军团 林彪前进速度之快 速度非常快 而呢 以运动著称 对 在这点里面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达成的协议最重要的 我们说第五条 双方互相借道 那么呢 第五条协议最难执行的是什么呢 后面还有一句 就是双方在借道之前呢 互相事先告知对方 我要过来 我要走这 你让让路 要告知对方 达成了这个协议 但执行非常难 对 大军行动机密为先呢 就保密是最重要的 你说我红军开始行动 我能事先告诉你 我要从哪走吗 因为毕竟是 你是军阀 我是红军 达成了协议 双方心里还不能够完全百分之百的相信对方 你真的给我让路吗 还打掉鼓 然后 陈济棠也打掉鼓 你真的不到我广东来吗 你会不会骗我 你说明你要到我广东来 就双方都还是达成了协议 有基础的信任 但不是完全的信任 还有一些怀疑 所以说呢 我们没有告诉陈济棠 我们行动的事件 我们行动的事件